今天的双重国际议题迟迟没有办法给大众一个非常明确的交代 那么在刚才呢 民进党台北市长部主委黄信玲率众来到立法院行计 国际的朋友 国际来开会 国际给编辑 尤其王军兵是一个日本人形象很好的 很清新的人 我相信他可以国际给李庆安国际给编辑 好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部主委黄信玲率众来到立法院抗议 主要是针对了李庆安是不是依然由美国际表达他们强烈的不满 但这是民进党方面的态度 而在国民党内呢 在今天呢 也出现一些微妙的态度上面可以来进行观察 包含像朱凤之就说 这对就对 错就错 而王金平则认为一切依法处理 觉得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是非啊 我想我们还是看得很清楚 那其实在一个场合里面 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 是不以为然的 他们认为应该要快刀转乱马 赶快处理 这样拖的话 其实对李委员 对国民党形象都不好 你认为他有恶意的欺瞒吗 我不晓得他也许是解释的角度不同啊 因为我看李委员他解释都是一直从这个 他只要自己担任了民意代表 那边就会自动放弃 他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那好像也可以解释得通通 但是事实上我们好像其实不是有这么含幅的空间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该怎么做 我觉得 依李委员他问证的风格 应该会很快地做一个处理 如果他没有法律依据 不能凭院会来讨论说 议决谁要离开这个立法院 一定要有法律依据 现在有吗 现在法律依据就是依照看看这个国际法怎么规定 看他李清安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符合了国际法里面的规定 要解释的这样一个条件 那符合解释的要件的话 那根本就不必表决 也就是应该给他解释嘛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有争议呢 有争议啊 这种事情就不是说 谁用表决的方式 可以来决定一个人的去留嘛